欢迎回到市城纽约 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节能减排 其实除了政府和企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此尽一份力 就比如改用节能电器 是的 政府早前宣布进一步的扩大 气候友善家庭计划 从今年4月15号起 为每一户居住在政府组屋的家庭 提供300块钱的优惠购物礼券 来购买节能家电 而且上一轮已经领过优惠券的家庭 这一次也能再次领取 没错 那居民要怎么利用这一轮的福利呢 除了节能电器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节能的小妙招 另外 政府也将进一步的 完善食品业者的卫生评估制度 当局计划如何落实呢 马上来欢迎 游戏发展与环境部长沪海燕 来跟我们分享更多 部长好 部长好 主持人好 我们想知道 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用来购买节能电器的300块钱礼券 它的截止日期是在2027年底 然后有些家庭可能它的电器还能用 所以他们就在懊恼该不该换 有些就觉得节能电器可能比较贵 不舍得换 部长你认为呢 那当然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需要 就不要因为有这个计划而去浪费钱 那但是如果说我家已经有一家这个洗衣机也好 这个冷气也好 已经买了很多年 这些比较旧的这些模型呢 它的那个节能方面就比较弱了 所以新型的呢 有四个勾勾的话 它在节省电费方面 有真的是显著的这个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礼券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居民可以在改换这个电器的时候 能够节省这个电费 当然有一些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兑换 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其实就是针对很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比如说把它的那个项目都从三样增加到十样 所以这方面就更加方便一些这些居民们 国民们能够在选择兑换这个礼券的时候 有更多的选择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家电用品 有洗衣机 电冰箱 电灯 这样子的种种我们平常在日常的使用这些电器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考虑 怎么样来能够节能省电 那部长有没有一些小妙招 可以让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节能省电呢 对啊 那比如说我们在用冷气的时候 那当然是说如果需要用的话 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的不要用这冷气 因为冷气耗见灯的时候很多 那真的是需要用冷气的时候 其实把它定在25度 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每一度的这个提升呢 其实是可以节省很多这个电的 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洗衣机啦 如果不是太多衣服的话 我们就可以积累一下子 因为每转一次 每洗衣器的话 用电用水也是挺多的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省电省水的方法 其实生活上的一些小改变 那个可能你的电费就会差别很大 对啊 比如说我们要出门了 就记得把那些电灯 电器的那个电 那个都关掉吧 我听专家说呢 其实电灯的耗电量非常大 我有点惊讶 所以如果真的不用灯的话 请把电灯关掉 或者是用这个节能的电炮 是 是 是 300块钱可以买节能电灯 可以啊 可以的 好 当然接下来呢 政府也将采取一些措施 来确保这个食品的安全 其中就包括了进一步的完善 这个食品业者的年度评估分级制度 那将业者过去的表现呢 也纳入考量当中 那部长可以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就是政府打算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样的去更了解 他们的那些评估等级 A B C D到底是代表着什么 那现在的这个框架下面呢 我们是在某一个时候 对这个食品业做评估的时候 来做这个分级评估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到你那里去做评估了 你把这个地方都整理的 打理的很干净 那你就可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分数 但是过后呢 如果没有把它维持 而出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这个就不在评估的这个考虑里面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短促 我们需要去把它来解决 那现在的这个评估框架呢 就是说除了当时的一次性的这个评估 我们也要考虑到 你在食品安全过往的记录 把它纳入在考量里面 包括了在平时受这个急查时候 的这个表现如何 所以比较整体全面的 把你的这个表现纳入在分级方面 那比如说我真的是出事情了 我的这个食品造成了这个食物中毒 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 那你现在的这个等级会降级 会立刻降级 而且也不是一次过 就又可以回到原来的A级 那要等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你的表现如何 才可以慢慢的升级 那变成说在这样线 这个比较进步的这样的这个框架里面 能够达到A的 它就是说有比较长期的这个维持方式 它是有一个规模 它是一个系统 它也没有出事过 所以对这个A级的评估 将会是有更有利 来我们让我们来区分 哪一些是比较安全的这些食品业者 那食物中毒的话是直接降到低吗 应该是降两级吧 降两级 对 所以这个制度可能会对 我们一些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 可能更好的 更完善的一个制度了 特别是说一些企业 或者是一些大机构 它要再举行一些大型的这些宴会 它要有这些食品业者 那它要比较严格 因为你牵涉到的人数很多 所以很多企业 它都希望是说能够用A级的 这样的一个食品业者 而且这个A级可能是长期的表现 才能够拿到的 是的 那另外其实当局也宣布 从2025年开始 一些售卖非食品类 以及低风险类食品的 这些熟食中心与巴刹的摊贩 还有贩卖机的业者 他们就不再需要申请 这个食品业者的执照了 那部长可不可以举例说明说 当局怎么样来判断说 哪一些是低风险的食品 那在帮助这些业者 节省一些行政资源 或者是节省钱之余 也能够保障我们的消费者 那他们的食品安全 那这次我们在检讨整个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一个风险可能性来做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一些风险低的 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些事故的低的这些业者 我们就把它列入为低风险者 就免掉它的这个执照的这个需要 那哪一些是低风险呢 我们在我们的巴刹收拾店里面 因为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运作 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摊位 它已经不是在卖我们传统的这些食品 这种餐饮业 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 就是有些在我们的这个巴刹里面卖一些厨具 厨房的用品 或者是又卖一些罐头 或者是卖一些干粮等等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做这个食品业的运作 不是现做现卖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的这个风险呢 相对来说就低 但是我们取消它的这个执照的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非常关注那个食品安全 怎么样去管控它呢 就由它的来源来管控 它是从哪里拿的 它的供应者或者是它的这个进口者 它都需要有这个执照 它都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设 才能够把这个食品供应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摊贩 或者是一些这个贩卖机 来另外再拿一个执照 所以那个执照一旦取消 或者是没有申请过 他们就不能再购 就是销售那些高风险食品 对 他们在如果要改换他们的这个行业 然后转回高风险食品运作的话 就要申请运作 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儿 那向您的收看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